媽媽在做甚麼? 我聽人說這個動作可以這樣 看著你的手指缸 拉近去軟 眼睛看著 眼睛就會沒有那麼老花 沒有那麼老花 其實這個是在訓練老花 因為上年紀眼睛看東西 我們眼睛不知道 我們中間的年紀 看近的都有點老花 唯有訓練自己 看得多 你這樣拉就是對眼球訓練我的肌肉 因為肌肉不能夠即時適當去拉收縮 但我們今天又想說一些 對視力好的食療 對視力好的除了我們做這些操練之外 還有很多食物幫助我們對眼睛好 如果多數兩數 你記不記得的話 我們有一個方法去記 哪些食物對視力好些 例如一講食物對視力好的 食物你會想起甚麼? 紫色的東西 藍莓 藍莓是一個供應眾所周知的抗衰老 而且對眼睛很好 任德華 任德華 那些都是這樣 藍莓素 但藍莓素 你不要以為藍莓是藍色 藍莓其實是紫色 我們打果汁就知道 你看到它是紫色 所有紫色的食物 原來對眼睛都很好 其實紫色很神秘的力量 因為紫色這個顏色 對我們平靜心情 你有沒有聽過那些人喜歡紫色 通常都是比較平靜 比較放鬆 紫色就是神奇的功效 包括分衣草 所以紫色的食物 我們吃得多 對眼睛都很好 紫色的食物很多 現在整桌都很多 譬如紫色的椰菜 藍莓的紫色 和矮瓜都是紫色的 其他就是我們配搭的菜式 今天我們想說的是一個 一個菜式 串燒 串燒矮瓜 矮瓜都是紫色的 但是大家有沒有發現 矮瓜很容易變黑色 為什麼呢 因為它很像蘋果一樣 即是一次開 它比蘋果更快黑 會氧化了 對 會氧化了 因為它抗氧化的指數很高 所以它很快就變色 如果它變色之後吃 營養價值 對於它變色之前 是有大打折扣的 所以我們要力補它 不要變色 我們吃出色的時候 仍然是紫色的吃這個矮瓜 我們就可以吃到紫色的營養 紫色的食物 其實是有我們眼睛很需要的 紫色蛋白質 可以給我們眼底的營養需要 我們也是用這個無煙房 為什麼它打開呢 煙不會… 先開啡風 不會吹到我們 所以我們很喜歡用這個爐示範 這個矮瓜 怎樣可以延緩它 不要變色 你要什麼浸了 有沒有水 我看到廚師說滴些醋 滴些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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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們浸了很久了 它仍然是很紫的 很漂亮 很新枝 我發現小孩子 很多人都很抗拒吃矮瓜 因為… 淋滴滴嗎 淋滴滴嗎 不知道 它還好像… 有點不知什麼味 我們今天就… 但用來BBQ吃 他們好像會肯吃多一點 沒錯 今天我們也是用一些新鮮的不同顏色的梳果 我教你就是 你把不同的梳果串起來 好像一個寒烤一樣把它燒一燒 其實塗一點橄欖油在面上會好一點 番茄也有茄紅素 又是對我們身體很好 如果煮熟了那些好像更加好 我又聽聞過 這些不是用來放進去 藍莓不用來串燒 嘗一下我們就串燒一些梳果串出來 那顏色繽紛呢 小孩子也適合吃 而且小孩子的眼睛 你別以為他們沒有老花 就不用保護 是他們現在這個年代的小孩子 真的應該眼睛都很差 讀書也要用眼力 讀書也要用眼力 只需要這樣把這個串 放進去 這樣就可以了 就完成了 這樣就燒一下 如果是加少許調味 加少許胡椒在上面就可以了 其實梳果本身也有些味道 所以我覺得不需要加鹽 我覺得我隨時加些胡椒已經很足夠 現在我們開了 這個抽風這個燈燈開了 就是代表它有吸風 這風其實在這裡 這裡不是有冷氣 它已經是這樣吹 它裡面的設計是很貼心的 原來每次煮到所有東西 無論煮什麼都會有油煙 它就抽了油煙 原來它不是真的抽油煙 不是抽煙 油煙也會抽的 其實花青素 最多傳在哪些地方 其實它跟抗氧化的食物很相似 就是傳在很多紫色藍色的食物裡面 所以為什麼 不知道吃什麼好 就是吃紫色 吃紫色的食物 怎樣都會有兩樣 紫色最好 一次種兩樣 花青素 抗氧化 還有試試對我們的眼球 對保眼好 對保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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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眼還有幾指 幾指 幾指也很好 幾指雖然不是紫色 但是對保眼 幾指也很好 幾指可以用來煮湯 甚至乎渣汁 零食也可以 零食也可以 幾指可以用零食 甚至乎渣汁 今天我們特意加番茄 酸酸的味道 令整串的食物比較有味道 好 然後串燒就這麼快完成了 我們怕 因為我們的串燒是鐵 所以有少少怕 要這樣夾才行 不然會燙到 我怕你會掉出來 不串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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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這碟 就是我們今天介紹的護眼 護眼食療 護眼食療 護眼食療的紫色 紫色是 燒開內的燒烤 對 燒一燒烤 放在焗爐裡面 燒一燒烤已經可以了 燒烤可以嗎 燒烤也可以 燒烤也可以 可以有七彩顏色的食物 我們的眼睛就會很健康 好 大家好 我是阿May 我是Lara 我是阿Dee 我們三個在這裡 和大家有些食療分享 我們上一次 分享到護眼食療 我們有一隻顏色很重要 是什麼顏色呢 就像我頭髮一樣的 紫色 對 紫色的食物對我們的眼睛是很有益的 大家應該重溫一下我們上一集 那麼 紫色的食物有很多種 你怎麼可以取來 藍莓 藍莓 藍莓不是藍色的嗎 不是 原來藍莓是紫色的 我們拿出來就知道它是什麼 紫色的 還有其他食物都有 譬如 矮瓜 矮瓜 也是紫椰菜 紫椰菜 好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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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今天就介紹大家 做一隻 護眼食療的飲品 果汁 用這個冷壓的冷磨機 幫忙做一些汁 這次的材料 除了很保眼的藍莓 還有 明目忌子 明目忌子 你知道有忌子 在前面有個名字 明目忌子 就這樣拍 但是我們這次 這麼多忌忌子 應該就沒有問題了 首先我們用北藍莓 不如幫忙一下 好 我是否要打開這個 不用打開了 這個倒入泡是否有個 有個 有這個 有這個 是可以這樣幫忙 其實這個有什麼用 就是當我們倒一些粒粒的東西 會不會飛出來 對 準確一點 我們要有多少份量 沒有了 總之拿到一杯汁出來 就已經是非常之好 應該看看大家喜歡什麼味道 沒錯 我們打開機 我們打開機 打開機 其實裡面不是用鐵的高片去做磨 做果汁 用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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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裡面不是高濕的高片 高濕的高片 可以讓它炒出熱力 保持一樣 保持一樣 它鎖得很快 很溫 你比我倒還快 對 超快 看到這裡已經開始有些渣 還有適合再加水 白糖 前面就是甜的醬汁 很燙 很燙 煮完這些之後 我們就加入橘子油 橘子 橘子汁其實很少油 很清爽 皮很清爽 藍莓火的 好,拿完了,我們加了杞子汁之後 其實提醒大家,藍莓杞子都是果肉比較重的 就是提籽類別的 所以出來的時候,它會好像啫喱一樣的 你看,一塊一塊的 其實這樣吃法也很好 我們會加一點梳打水 梳打水其實我聽朋友說 它有一個功能來補充那些東西,它會比較容易去到我們上路 開行李的推步 可能要上路,好像Red Bull 我們將梳打水加進去之後 就會有些果肉加梳打水 好像變成特飲一樣 好像特飲來的 好,我們先試試看 看什麼吃的? 藍莓杞子梳打 紅酒 但有一塊一塊的果肉在裡面 還有一些... 好像喝紅酒一樣 我們加上這個杯 YES 嘗試喝什麼 味道 好好喝 吃到一塊的果肉 我也吃過果肉 像啫喱,但沒有添加糖 為什麼它的啫喱那麼滑 對,果子磨得很細膩 有些果子在裡面 不要想,加上梳打才是非常好吃 這個是特飲 對 接下來我們還有很多新的東西要介紹 記得追蹤我們,訂閱我們的頻道 還有按個小鈴鐺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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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